采买年货也是农历春节前的重要工作 那么今年首度在世贸举办的年货大展 展期从16号到22号 同时邀请到各大厂商 其中呢包括了年菜 还有伴手里干货类呢 价格相对便宜 同时能够一次买足 甚至还请来了北港朝天宫摄摊 在现场就能够点光明灯 祈求平安 锅内啪啪啪啪 每多久玉米粒都抱成脆口的苞米花 在方面连烤鸡都能轻松烤熟 过去厂商首次加入年货大展 试试水温 推出是上面是锅 下面也是锅的双面锅 那当然因为它很新鲜 那这个概念当中希望 我们这一次能够销售最少2000到3000组 年货大展当然少不了伴手里 12种鲜果干自由搭配 礼盒从600元下刷到480元 像是这款巧克力马鼠超大客的草莓大福 原本都只外销日本 今年也来抢谈 保守估计至少有2 30万以上的业绩 就连卖的下下叫的韩国布朗尼 也以批发价投入战局 一般的年货大姐都是散货 所以像这样子的盒装成品反而比较少 在过年这一次能够有20到30的业绩成长 一大道年菜摆在桌上设三位聚前 不仅如此 饭店业者也推出年节礼盒 年菜的市场对饭店来讲 是蛮重要的一个比例 业绩预估可以成长1到2成左右 16号开跑的年货大展上 甚至邀请了北港朝天宫驻镇 现场就能点光明灯保平安 年货大展首次在世贸开展 要让民众一次买足过好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